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 試圖抵抗被加拿大引渡到美國受審的命運 加拿大數家大型新聞媒體 正在要求卑詩省最高法院 利用視頻轉播孟晚舟的引渡聆訊 考慮到公眾的關注度 星期三 卑詩省律師丹尼爾·科爾斯 代表包括CBC 環球郵報和CNN等 13家國內外新聞媒體在卑詩省最高法院 嘗試說服法院副首席法官霍姆斯 轉播孟晚舟的引渡聆訊 據CBC報導 科爾斯表示 每家政客都對此案施加國壓力 孟案已經促使加拿大的豬肉和油菜籽出口遭受打擊 兩名加拿大人也因此遭到中共當局的扣押 加拿大為逮捕孟晚舟付出了代價 然而他們卻不能都來到法院旁聽 不過 孟晚舟和加拿大司法部長的代表律師 都反對轉播聆訊的要求 理由包括在法庭上使用攝像機可能妨礙證人做陳述 如果孟晚舟被引渡去美國受審 會損害對她的公平審判 對此 代表新聞媒體的律師科爾斯稱 儘管人們擔心允許攝像機進入法庭 可能會帶來問題 但她代表的媒體財團沒發現加拿大有任何先例 可以說明在法庭內做視頻轉播會引起不良後果 截至記者發稿前 卑士省最高法院還未決定是否批准這一申請 新唐人加拿大溫哥華記者站綜合報導 請繼續 dal 四處